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從聖華 那我畢業於建國中學 那目前要前往加州大學的聖地牙科分校 然後預計是主修分子生物學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我SAT準備的心態跟策略 那在準備策略上面的話 其實我是從高1下就開始準備 因為我預計是在高2上就要去考SAT 那如果準備策略的話其實就是有去上課 那上課的話就是給你題目去做練習 那針對於閱讀數學跟寫作的部分的話 其實閱讀我就是去多練題目 然後就熟悉那個題型 然後找出自己不會的單字 或是不會的題型 然後就熟悉那樣子的題型 然後在數學的部分的話 其實因為數學它的難度是等同於台灣大概 國中到高1的範圍 那其實就是有基本的練習 然後竟然不要初心犯錯就可以了 那在寫作部分的話 因為它其實有分文法題跟寫作題 那文法題的話也是去多做題目 然後找出其中的文法規則 那寫作題目的話 當時我也是固定每周會寫一篇作文 然後請老師幫忙改 然後就是來精進自己的寫作實力 那如果再重來一次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去上課 因為我覺得上課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我可能比較多 可能會是上網找考古題自己去多做練習 然後去找老師問問題 然後自己去整理自己的筆記 然後就不會再去特別要去上課這樣子 那我覺得做最好的地方其實是在背單字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是買了一本字典 然後雖然這是一個很笨的方法 可是還是蠻有效的 就是把整個字典然後排進度 然後把整本字典的單字都一一背完這樣子 那最後收到的回報也還不錯 那我想鼓勵大家其實就是 SAT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 只要留下苦心 然後提早去做準備 所以其實相信大家都可以考出很好的成績的 謝謝大家